大家我们只要关心今天的天气 受到封面云气逐渐通过的影响 目前全台湾雨势都已经逐渐缓和下来 但是封面后方还有冷空气 所以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 这个天气要开始变得稍微冷一点点了 要记得添加保暖遗物 我们从卫星云图上面可以看到 目前已经在我们台湾的这波封面云气 在今天已经逐渐通过了 就连地面风后面的成状云气 在今天也会逐渐通过我们台湾 所以全台湾雨势几乎都已经是 逐渐缓和下来 但是封面后方还是有一些 比较浅薄的云气 所以目前来看整个云量 还是会有点偏多 不过下雨几率已经没有那么高了 就在银封面的北部跟东北部 还有东半部 因为这个东北季风 银封面跟地形效应的关系 所以还是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争雨 那么今天在稍早的时候 在我们中部以北跟东北部 还是有一些比较明显的雨势 不过在今天的下半天的时候 雨势都已经逐渐缓和下来 那么预计明天会是未来几天相对来说 比较稳定一点的天气 虽然云量还是会有点偏多 也建议大家可以好好的把握 因为礼拜一开始 将会再有一些水气 来到我们台湾附近 虽然说这波水气的通过的速度也很快 但是可以看到 还是有一些残留云气 在我们台湾的上空 所以外几天的天气 在我们银封面 北部东北部跟东半部 云量都会是比较偏多 甚至也还是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争雨 尤其是从礼拜一开始 那么中南部的话 云量也会比较偏多 虽然降雨几率不见得那么高 但是不会像之前那么晴朗稳定 有这个晴空万里的情况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Y几天的这个下雨的范围 主要都还是比较集中 在我们银封面的北部 东北部跟东半部地区要特别注意 中南部的话 大致上天气都是比较晴朗稳定 虽然说云量比较偏多 还是有山区 可能有一些局部的短暂争雨 但是预估来讲都不会太明显 来看一下在风的部分 因为封面云气已经逐渐通过了 所以目前的东北季风在逐渐的增强 可以看到Y几天 我们台湾沿海附近的风数 都会比较强一点 也要特别注意比较强的风浪 那么预估这个东北风 也会把北方的冷空气给带下来 而且从今天晚上到明天会有一波 那么下个礼拜一 随着下波水气通过之后 还会有一波冷空气南下 所以预计到下个礼拜三之前 这个温度会是逐渐的往下降的 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 我们来看一下外来几天我们北部的天气 跟温度趋势 礼拜三之前都会有一些震雨 尤其是礼拜一跟礼拜二的降雨 几率是比较偏高的 下雨的范围可能也会比较大一点点 礼拜四慢慢的雨是缓了下来 但是云量还是偏多 那么在温度的部分上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 外来一个礼拜几乎都是比较偏低温的 都是稍微冷一点点 大约只有13度左右的这个低温 13到14度 那么在中午高温的部分 因为云量比较偏多的关系 所以白天整个温度上升的幅度也不会太明显 大约只有14到16度 几乎一整天都会感觉有点凉凉冷冷的 那么南部的话可以看到 礼拜二之前云量是比较偏多一点 礼拜三开始可以看到比较明显的阳光 低温大约是15到17度 中午高温大约是21到23度 那么因为中南部的天气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定一点 所以要开始注意在夜晚的辐射冷却很会造成 枝叶温差会比较大一点 所以最后叮咛大家 目前的天气呢 是云系已经逐渐远离的 要稍微转成干冷一点点的这个天气形态 但是提醒大家这个早晚要添加保暖遗物 那么北部跟东半部 银封面还是会有局部的短暂震雨 另外白天的时候南北的温差会比较大 提醒大家南来北往要特别注意 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